這個人是坐下來的互相討論 每年管長選舉如何來應責 政行政議長是重點 今天是來到民進黨南島廣東部 騎出台風東來的議價 同時 立法委員創紅龍 今天也透過廣東部主委 放幾下來選佈 過程推出南島廣東來総選 將這期導力付選的工作 今天立法委員創紅龍已經選佈 在這次的総選 這個館長參選佈創紅 要好好來替南島館 這個2014 這裡要選的館長 跟這個鄉長長和議員 專心來輔助就對了 我認為這個精神 非常的令人欽佩 我們現在其實在這種 非常全民很期待的時候 民進黨很需要這種 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 現在民進黨有議員 道理館長選舉的輪選 就是政理委 鄧飛翔 李文中兩人 現在黨來決定 將會再進行協調 也是以民調的方式 來決定提名的輪選 當時 民對現在國民黨之前無能 加上憲林南島館長的問題 下重點是強調 必須要發揮民主政治的真實 讓政黨輪替 才不會讓政府越來越無量 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設計 就是政黨要輪替 政黨要輪替 那麼執政的人才會知道有所警惕 才不敢為所欲為 那因為這個制衡的力量很小 南投比較少 好像我們單一選選舉 最近幾年都是輸 所以執政的人就為所欲為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當作我們的一個警惕 讓民進黨要把握這個機會 民進黨南投廣東部表示 將立委討會選 李文中兩人 都是當來理想的提名人選 但是希望不要讓兄弟那些 這個疫苗再出發生 所以將會這幾次 從兩人來進行協調 當然 民對每年的選舉 一定會以真正 欠喜 以及成績來民對選擇 希望讓民進黨在南投身這次 記者參與開場報道